当你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,全世界大约有20座火山正在喷发,有一些会连续喷发数月,有一些则刚刚醒来。 事实上,总有一天,人类可能会无处可逃。 据科学家统计,地球表面总共有大约1532座火山,而在人类生存的整个时期,只有600个曾经活跃过。 相对而言,它们大多数都是相当小的火山,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。 但是,如果这些火山中最强大的一个爆发了,整个地球可能会泄入困境。 这些威胁地球的巨型火山中,有一座被称为莫拉皮火山,位于抓瓦岛中部。 这座印尼最活跃的火山高达三公里左右,每隔几年,这座火山就会变成一个喷发的地域, 破坏附近的城镇。 另一座可能毁灭地球的超级火山,位于北美大陆的中部,它被称为黄石超级火山。 这座巨型火山在历史上只喷发过三次,最后一次喷发是大于63万年前。 每次它的爆发都会引起改变世界的大灾难。 千百年来,山顶坍塌,在地球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坑,它的宽度在50到70公里之间。 但即使在今天,休眠的黄石超级火山仍然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。 如果发生火山爆发,美国将被彻底摧毁。 一半的美国洲将被火山灰掩埋,多重连锁反应将摧毁世界上大部分的生态系统。 尼拉贡戈火山是一座仍在活动的火山,它位于非洲大陆,自1882年以来已喷发34次。 每次活动持续数月,有时甚至数年。 这座火山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的火山口有一个活跃的熔岩湖。 1977年,火山口的一部分坍塌,里面的热熔岩迸发出来, 炽热的熔岩流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流动,摧毁了沿途的仪器。 火山口不久后再次填满,但科学家和工程以设法防止新的熔岩溢出, 这可能是致命的危险。 如果地球上所有的火山都同时喷发,会发生什么呢? 如我们想象的那样,这将导致可怕的后果, 甚至连多次的核爆炸都可能无法与之匹敌。 伴随而来的地震和熔岩流显然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, 但与火山灰和火山气体的双重威胁相比, 它们根本算不上什么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一层灰烬将上升到大气中, 它将几乎完全阻止阳光直射地球, 这种黑暗将持续十年。 这意味着没有光合作用,所有的植物都将死亡, 温度会下降到灵气水平。 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火山都会阻塞大气, 夏威夷的火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 它们只是喷出一小股熔岩流, 然而,这些火山中最活跃最大和最强大的火山, 将在数小时内用火山灰覆盖整个大陆。 你可能认为,我们也可以设法对这些火山灰云做些什么。 这些气体是由盐酸、氢、硫化氢和二氧化硫混合而成的混合物, 酸雨会污染我们所有的地下水和海洋表面, 海水成分的变化将导致珊瑚和软体动物死亡。 之后,一个又一个物种将灭绝, 最终整个食物链可能消失。 你可能会认为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很小, 但这并非不可能。 通过对古城基岩层的对比分析, 科学家发现,史权动物群的大量消失是由多次火山喷发造成的。 幸运的是,弗吉尼亚州雷德福大学的火山学家已经确定, 在我们这个时代,这样的情况确实是不太可能。 然而,即使是一次单独的爆发, 也会对大气产生不利影响。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991年爆发的菲律宾皮纳图伯火山。 这是上个世纪地球上最强的火山喷发之一, 它导致温度下降了约0.6摄氏度, 并导致南半球南极洲上空的臭氧空洞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。 不过,到目前为止,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灾难很快会再次发生。 事实上,陆地火山只是地球火山总数的一小部分。 科学家们相信, 大约80%的火山爆发发生在海洋下面, 其中大部分都在几千公里深, 很难被发现。 不过, 德克萨斯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在太平洋底部发现了一座超级火山。 这座火山距离日本东海岸1500公里, 而且它的规模甚至可以算是整个太阳席中最大的火山。 火山口的直径达到令人震惊的625公里, 其面积更是覆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6万平方公里。 火山学家说, 它在1.4亿年前睡着了,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苏醒。 但有一件事很清楚, 如果它的睡眠提前结束,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, 所有人都能够搬到另一个星球居住。 人们一直认为火星是第二个家园, 在世界末日时, 它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的潜在避难所。 但有一个问题是, 整个太阳系中最高的火山叫做奥林匹斯山, 而它恰巧位于火星之上。 奥林匹斯山形成的过程, 有点像融化的蜡烛, 熔岩流沿着山坡流下来, 有点像一次又一次的冻结在大理, 不断地增加了山体的总面积。 尽管如此, 现在担心再次爆发还为时过早, 与地球不同, 火星没有构造板块。 这意味着奥林匹斯山可能会沉睡很长一段时间, 但如果有一天它爆发了, 而人类刚好就住在那里, 它会让太阳黯然失色。 如果火星变得比我们想象的更不友好, 科学家们将不得不对太空殖民地的选择, 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思考。 那么, 您怎么认为呢? 人类可以搬到哪里去? 或者我们如何才能应对这样一场灾难的后果?